一所大学曾经进行过一次长达20年的调查 最初研究人员对参加调查的学生们提了一个问题 你们有目标吗 90%的学生回答说有 研究人员又问如果你们有了目标 那么是否把它写下来呢 这时只有4%的学生回答说写下来了 20年后研究人员找到当年参加调查的学生们 无论是事业发展还是生活水平 他们创造的价值超过其余96%的学生的总和 那么那96%的学生今天在干什么呢 研究发现这些人忙忙碌碌 一辈子都在直接或间接帮助那4%的人实现他们的理想 一所大学曾经进行过一次长达20年的调查 所 从经进行长达20年的调查 曾经进行长达20年的调查 从经进行长达20年的调查 最初 研究 人员 调查 提 你们有目标吗? 目标 90%的学生回答说有 百分之 研究人员又问,如果你们有了目标? 研究 人员 目标 那么,是否把它写下来呢? 是否 这时,只有4%的学生回答说,写下来了 只有 百分之 20年后,研究人员找到当年参加调查的学生们 研究 人员 当年 调查 无论是事业发展,还是生活水平 他们创造的价值,超过其余96%的学生的总和 无论 无论 事业 发展 生活 他们创造的价值,超过其余96%的学生的总和 总和 创造 创造 价值 超过 其余 百分之 总和 那么 那么,那96%的学生,今天在干什么呢? 百分之 研究发现,这些人忙忙碌碌 研究 忙碌 一辈子 都在直接或间接帮助,那百分之四的人,实现他们的理想 一辈子 直接 间接 百分之 实现 理想 所 曾经 最初 事 最后 批语 我 其余 我 我 不 不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感谢观看